现在呢 日本的水产崩了 而且还会更惨 现在是日本的公同社报道 日本农林水产省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那么在8月份 日本对大陆水产品出口是36亿日元 大约是新台币7.76亿元 那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5.7% 已经连续两个月大幅的下降 包含了扇贝拉 海森拉 下滑严重 而且9月份还会更惨 那么8月份对香港水产品出口增加了 15.5%出现转正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产地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恒大 那么另外日本媒体表示 部分水产加工企业的仓库 包含了扇贝等等水产品 已经即将要堆到多高 8米高的天花板 所以在这个日本 日本的农林水产大臣就呼吁日本民众 每个人每天多帮忙吃5只的扇贝 而在福岛核污水入海 现在有损形象 那么东京也收到了300件商家的索赔 大陆注意事故表示 日本向全世界转嫁和污染的风险 也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 好 请教大建哥 如果这个水真的没问题 日本就把它排到自己的水库就好了 现在全世界不都缺水吗 有这么多没问题的水 对日本来说应该是很了不起的资产 那如果这个水真的没问题 你就把它灌成瓶装控泉水拿出来卖 还可以高价卖了 那么如果这个水没问题 你就自己拿来灌溉 冲冲马桶洗洗澡也可以 那为什么你要排到海里了 所以其实日本虽然 日本政府用了各种的说法 拿出了各种数据来挂保证 说这个水没问题 但是光看你日本处理水的方法 大家就不会觉得那个水没问题 就是显然你又不敢喝 你也不敢洗澡 你的冲马桶跟灌溉都不敢了 那为什么你要把它排到海里呢 所以日本现在自己是始作俑者 它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算了 它搬石头毁掉了地球的海洋 这才是最大二级的一件事情 就我们可以没有日本 可是我们不可以没有海洋 但是现在你日本干的这件事情 就是让这个核污水 逐步的不断的在海洋开始进行污染 那么一步一步的推 现在可能还在日本的周边 没多久可能就要到台湾了 我们看到那个数据 按照那个海洋的这个动力学来推估 大概在三四个月之后 甚至大概半年左右就要到台湾来了 然后两三年之后 连美国的圣地牙哥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海洋都会因为洋流 逐步的被日本的这个核污水给污染掉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讲一下常识好了 就算你是日本人了 你很爱国 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告诉你说 每人一天吃五颗扇贝 你敢吃吗 这个扇贝就泡在核污水里头 你的政府都不敢叫你喝这个核污水了 你的政府也不敢拿这个水来灌溉跟冲马桶了 现在这个水就泡在那个海里 这个扇贝就在那里养的 你说日本人民敢吃吗 谁都不敢吃啊 再怎么爱国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赌吧 那么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周遭的国家了 其实当这个时间逐渐的推演到半年左右 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民众 恐怕在选择水产品的时候都要重新思考 就是这个海鱼我还要不要吃 我敢不敢吃 其实现在就已经开始 我们周遭已经有很多人了 你光讲美国现在南加州的居民买那个盐囤积盐 甚至连Costco的盐盐玫瑰盐 还不是海盐都买到缺货了 就大家为什么现在狂囤积盐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很多人在笑说那是中国大陆大妈的行为 你们问一下现在在南加州你们的亲朋好友 他就会告诉你现在去Costco 连玫瑰盐都买不到了 因为大家都在囤积盐 为什么 因为盐是必需品 因为大家开始担心 说到底这个辐射物 什么时候会飘到我家门口 到底我们这个辐射物 是不是真的如同日本政府所说的 完全安全无余呢 那当然你现在看到日本公布了一些 那个走夜路吹口哨的数据 他就告诉你说 对8月对香港的这个出口增加了15.5% 所以有转正的迹象 你不公布这个还好 我觉得日本也蛮蠢的 你公布了 你就是让中国大陆政府开始要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香港为什么会转正呢 全中国大陆全部都在进行封锁的时候 香港为什么会转正 香港现在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你认为北京政府会容许说 全中国大陆都在封锁日本的水产品 然后我让你香港的这个水产品 这个输入这个镜头的这个数量增加吗 你认为北京会接受这样的事吗 所以当这个日本政府公布这样的一个数据 试图啦 就是试图给自己人一些鼓舞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你就是逼着 中国大陆马上要去处理香港 为什么日本水产品进口会增加的问题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台湾这个人民 或者对全世界的人来说 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就我们只有一个海洋 那我们的海洋 真的要被日本这样子污染下去吗 日本现在一批批的倒 他不是说只倒两批就倒完了 他还要倒天长地久了 还没倒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上 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地球海水 所有周遭的海水 都是被日本核污水污染过的海水 所以这其实是现阶段 这个全世界都必须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美国现在也许觉得事不关己 大家等一等 再等个两三年 等到他们在这个圣地牙哥外海去测一测 发现圣地牙哥外海的这个辐射的值 还是跟这个日本工程的三倍 超过日本工程线的三倍的时候 你看美国要不要讲话 但是问题是来不及了 到了那个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谁造成的 不就是你美国吗 不就是你美国压着你这些周遭的盟国 当作看不见听不见 然后让日本不断地排核污水 这个核污水出来吗 是 所以也地球性源 排不到欧洲了 对 他认为 不是欧洲都赞成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状况 那我们当然台湾的民众是很有感啦 因为很靠近嘛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我们麻词一下 食物感 根据 实际形 不着 消毒 ox 混合 尽